他說 所有東西 存在 你一定要懂得怎樣去呼吸 是 他說所有 你有任何問題 用呼吸都可以去resolve 可以幫助 所以你說減肥 其實我們有一個呼吸化 每天練十分鐘 如果練兩三個星期 這裏會輸得多全 今天在私家運動營裏 先問身邊有兩位朋友 兩位朋友都是來自海外 但其實他們兩個廣東話都很不錯 所以今天我會有廣東話 又有普通話 去跟我們聊天 首先先介紹我身旁的Master Master 你好 Thank you 你好 我想聽到你講廣東話 他這樣被我們壓力很大 可以的 加油 Master 你好 你好 除了Master之外 旁邊就有Christina 遇上姊姊姊 Hello 你好 其實兩位都是這個 如果大家有看Youtube 都知道兩位是一個心靈方面 一個導師 他們可能在Youtube上會說 吸引靈法則 顯化這件事 為何請到他們上來 這個私家運動營 其實今天我想跟我們說一下這個瑜伽 特別是一個喜馬拉雅的瑜伽 這個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因為我自己也有透過Youtube 去上過Master的瑜伽課堂 這個是我自己本身是一個瑜伽老師 我都會覺得瑜伽都是會有一個感覺給我自己 但是我們這個叫做喜馬拉雅的瑜伽 又有些不同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 那個不同在於什麼 其實是什麼東西來的 它主要是要開發我們的能量中心 開發我們的能量中心 OK 是 現在外面很多瑜伽 可能有些人會做瑜伽為了減肥 是 or just stretching 是 但是 我去training 那時 是 in Himalayas 它教我們怎樣 將這個第三眼打開 是 OK so 我們都是關於這些能量 能量 怎樣 即麥倫那些東西 是吧 嗯 怎麽把它移動出去 嗯 OK 我知道你本身是Master的學生 跟著 其實我看到有時候 我看到你的YouTube 你也有去做瑜伽 其實我想問一下 本身你自己對於瑜伽這件事 有些人很抗拒 因為覺得很辛苦 在拉筋很痛 但是你自己本身是怎樣的呢 嗯 其實如果你說我們 我們連的顯化瑜伽和外面 一般你看到的一些 commercial的瑜伽有什麽不一樣呢 嗯 首先我們先說回我們的channel 我們的channel 說的是身心靈 是 那麼身心靈你可以看到 那個字的排列 身體是第一個 是 其實很多人在學習身心靈的時候 他們很注重在肯定句 是 冥想 這些東西 或者是scripting 是 但是他們忘記了一件事 就是你的身體 就是沒有動 是嗎 就是可能是 我們身體 剛才Master說到的能量中心 是在這個地方 嗯 在肚那個地方 在肚這個地方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這個地方呢 是 它創造很多東西 是 Baby 是 我們人人えっ 創造能量 創造能量最大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中心 如果你要顯化任何東西 你是不是需要創造的能量呢 嗯 我們講到創造的能量 你的必須要向這個 能量中心 拿大這個創造能力出來 去透過你的第三眼 去到我們所謂的超意識 Justice 超意識 外面跟宇宙连结 你跟它连结之后 你就可以下载一些 它可以带着你去显化一些东西 那你透过这个地方 再带个能量回到你的能量中心去创造 那你的显化就会比一般 你只是做冥想 只是做肯定的 快得非常之多 那显化瑜伽可以怎样帮到你呢 它跟一般的银沙瑜伽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是在最下面 就是你脚开始慢慢activate你的默律 那带着上去直到你的第三眼 和你的我们这个叫做Crown Chakra 嗯嗯嗯嗯 顶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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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力的 OK OK 我突然觉得我讲通话很多 很好啊 我第一次听你的 我比一个香港人好很多 带着个顶轮 那尤其是显化瑜伽到最后 有一个最高难度的动作呢 就是倒立的 你整个人是 就是个脚 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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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个脚在上面 你所有的能量现在是在哪里 是在头部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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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更加把能量 focus在这个地方 嗯 去透过你的第三眼去connect 嗯嗯 接收超预息给你的这个信息 或者他给你的这个能量 那你就可以增加你的显化的能力 我应该 对不对啊老师 嗯 很对 哈哈哈哈 有补充 有补充 我没有补充 哈哈哈哈 那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瑜伽是对我们的人生 很有帮助和影响的就是 其实瑜伽 你想想你做瑜伽的时候 你会需要什么的条件呢 不是条件 就是你在做瑜伽的时候 是不是很难呢 有些动作 嗯嗯嗯 那你很难 你一是放弃一是坚持 是 你坚持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呢 其实什么都没想到 你在想着你不可以放弃 是啊 你要继续 是啊 那有些动作 你需要平衡的 是啊 你如果不能平衡 你就会跌的 是 那其实透过练习瑜伽 它可以练习到你不放弃 啊 你的平衡 嗯 其实我们的生活 每一天很多东西 你都需要去知道如何去平衡 是 那其实你看瑜伽的动作 好像是在练习我们的身体 但是它更加多的 它是练习 我们的心智 它其实是在练习你的心智 它其实是在练习你的心智 嗯嗯嗯 你会发觉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对于你想做的东西啊 对于你想坚持的东西啊 对于生活啊 你会看得开一点 你会比较可以 你知道吗 你可以坚持做些东西 嗯 你可以没有那么容易放弃 这里 哦原来平静 真正的平静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做完现在之后 就接下来 立刻进去做冥想 嗯 其实这个时候你比较容易进去 我们做冥想的时候 那头脑会想很多东西 对啊对啊 哦我的衣服曬了没收啊 哪个进来啊 有很多的想法都会飙出来 对啊对啊 但如果你做完瑜伽之后 那个平静呢 它会很容易帮你帮你 帮你帮你进入我们所谓的深谷的浅调 哦 好了那我问回Master 刚才听到宇宙姐姐去到 说了一连串 显化瑜伽是什么的 我相信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 深一点的认识 但是刚才都说过 Master 你有去到 我看你YouTube的时候 你曾经去过 起码那里去到練習 我想问一下 是否很辛苦的一件事来的呢 会很辛苦 我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我会和自己说 我以后都不想练习 等等 我想问一下 因为其实呢 我自己都有一些 瑜伽的男的学生 其实最初很多男士 是很抗拒瑜伽 大家觉得很累性化 我不知道练习做什么 我喜欢做健身 我喜欢保持健康 是 但我觉得我去健身可以做到 是 为什么要这只脚 放在这里上面 这样才行 是 所以我没有什么兴趣 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 但是为什么有什么契机 令你去到这个 希莫拉雅 这个人 第三眼 我自己的 靈魂师 他让我看到 是 他有一天 他坐在我对面 他说大家 meditate 然后meditate的时候 他说你看看这里 有没有感觉 我说没有感觉 然后他说 ok你等一会 等一会 等一会 一二三 他说 ok现在有没有 然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好像走出去 像那种穿梭机 出去出去出去 然后 那样子 哇好亮好亮好亮 我也不知道走走走很快 嗯 然后我就吓到了 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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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回来了 我回来了 然后他问我 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 我说 好像有 然后他说 是 今次是我帮你打开 以后呢 你要学会自己 怎样打开 嗯 然后就有那个欲 我之前 我不想去学 你知道吗 然后他跟我说 ok 这个要打开 这个要打开 这个要那里 然后我就跟着去学 然后慢慢学 然后我自己 懂得怎样 把这个要打开 然后走出去 哦 因为我其实听过 Master去到 我看他YouTube的时候 听过他一个故事 挺有趣 就是你去到 你去到 练习法瑜伽的时候 你现在可以不停吃东西 是因为你去到 练习法瑜伽 可以在外面做 在外面做 然后你现在在 现实世界 不停去到 在外面 练习了半个钟 回来 好像练习了三个月 因为他的时间不同 是的 不同的维度 是的 不同的维度 是的 他的时间不同 是的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食量 和以前的食量 是有多少 我会吃很多 很多的 他吃的很快 很可怕的 他以前是都 嗯 挺有趣的 是的 挺有趣的 是的 可能是因为练习了 加上这个显法瑜伽 令到你自己 真的 无论在身体和心灵上 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可以这么说 嗯 就是所有东西 显法得很快 嗯 全部 好了 大家 他们两位都说了 为什么 两位会去到 就是练习 我想问一下 在练习完 譬如 或者由最初 你们学这个 身心灵魂 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最大的改变 是什么 对于你的两位 帥哥了 真的假的 你不觉得吗 哈哈 我有看过那些照片 我有看过那些照片 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哈哈 哈哈 你是不是也是请我吃饭的 哈哈 哈哈 对于我来说 应该是关于自己的脾气 是 以前脾气比较 比较 比较猛 比较猛 现在完全是没有 没有脾气 完全没有 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有 譬如我们平日工作的时候 可能很多时候都有一些差错 可能不是on the track 有些滴滴滴滴滴的东西 总会有一些 哎呀 就是那些的 你现在没有了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 这些可能六七年来都没有 完全没有 是的 噢 噢 这个很好的 但是以前我火气会很大 嗯 所以我经常都会和别人吵 OK 我以前都会打架 都会有 OK 所以脾气收斂了 是的 还有现在没有stress 没有stress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有多忙都不会有压力 噢 OK 但是这个都是关于呼吸法 是的 呼吸这一样东西 我觉得很应该去到讲 不过我想问了 宇舟先生先 我想问一下 Christine 你觉得你去到 学习了新生病之后 其实你自己的改变最大 除了Master经常说的收入之外 我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真的有看完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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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 她又在笑 她在想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看东西的方法 方法 以前你会只是看一面去看 你觉得这件事不好就是不好 但是很多时候 我会 虽然我觉得不好 或者我感觉不好 但是很快 我就会转个想法去说 和自己说 那这件事我感觉不好 是为什么呢 我需要在这件事上面 学会些什么 然后我发觉 我的 在每一个困难 每一个波折 每一个 我看不顺眼的东西 我会很快 转到 看到她好的一面 整个人会比较乐观 会比较动得感恩 那 好像Master说 我不会有脾气 有时候都会有的 但是 是转得很快的 你可以看我一下 在哭着 但是我可以是 下一分钟 立刻临痛 是可以的 平时人们会不会的 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或者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那你一直在那边 转圈 你一直跳不出来的 但是我发觉 我自己在这一方面 很容易看得开 很容易看得明 所以学习的速度 的能力 都好了 那我觉得 都是合理的 因为 如果宇宙选 选择我 成为一个深深灵导师 或者成为一个KOL 在Youtube上面 分享一些正面的 来帮助人 那我如果自己 不断地 是 是 自己是negative 或者我自己拒绝学习 或者看到一些东西 不懂得去领活 宇宙与我学什么 那 就帮不了人 我帮不了人 其实有时候 你们人们学人也是 其实如果你发觉 你有很多困难 你现在的人生 好像很不顺利 其实这个困难出来 是让你学习 学完之后去经历 去体验 体验了之后 透过你的经历 去帮助人 其实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但是你一这样做 其实你会发觉 摺下来的路 宇宙会在另外一方面 来帮你 刚才你说我显化了很多金钱 但我不觉得 那个金钱是因为 我埋了很多课程 我收了很多生意 我发觉是 因为我帮了很多人 我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我改变很多人的想法 而至于他们 Thank you 我的时候 感恩我的时候 那那个能量 就会由另外一个方面 回来 嗯 险法如今也好 或者在那个身心灵方面 其实呼吸法 这件事 很重要 这个我是因为 上一次我去到 他们的方程的时候 我先是去到 了解到 当然了 好像一个 作为一个老师 当然知道 呼吸法的重要 但是我觉得 你们去到再演绎 告诉我听的时候 呼吸法这件事 是另外有 另一个的看法 因为呼吸法 可能最初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 在瑜伽方向的时候 就是一个 可能 清潔我们的身体 令到我们的 情绪鎮定些 会是好些 脾气会好些 但是那一天 我譬如听到你们去到说的时候 我觉得呼吸法 是 再神奇些的东西 这是一个艺术 变成一个艺术 其实呼吸法 可不可以再和我们 讲多些 关于这件事 怎样可以去到 令到我们自己 可能无论是 控制那个脾气 或者是 将我们自己的人 有一个改变 透过呼吸法 这件事 我觉得如果呼吸 你把它慢下来 然后深呼吸 它已经是最大的改变 嗯 嗯 好了 将呼吸 慢了下来 嗯 是的 只要深呼吸 已经是一个最大的改变 OK 为什么 如果你有情绪 嗯 嗯 不开心的时候 是 压力 是 什么都好 只要你慢一点呼吸 深一点呼吸 是 是 你情绪就会慢慢慢慢的 这样 是 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 嗯 你不用去学些什么 很复杂的 那些什么 有很多不同的呼吸 呼吸方法 哈哈 但是每一个呼吸 法有 有不一样的用处 嗯 我们那天 Event 那天 我们做那个 是将你这个 能量中心 是 Activate 是 将这个 能量 是 推上去 嗯 那这个 这个 为什么会关于我们的呼吸 嗯 为什么 因为我们 when we arrive here 嗯 the first thing we do 啊 嗯 那我们在世界上 我们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 呼吸 生命一开始 是的 生命一开始 跟着你最后做的是什么 when you leave 噢 噢 噢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要进来的话 噢 我们要出去的时候 嗯 我们这个 能量 它会这样出去 是 所以我们平时 如果我们做deep meditation 我们用这个 呼吸 这样出去 嗯 OK 我们那个呼吸 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你 就是 刚刚去到 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你吸气 好了 到你走那一刻的时候 你是呼吸气出去的 所以其实呼吸是 我们一生 最重要的 就是 我们现在觉得 我们在呼吸中 所以很废话 但是 我们真的是在呼吸中 这件事 所以其实 但是通常 通常人家呼吸 他们是用这么多 在一个胸 对 所以如果 你教别人说 嘻嘻的话 他们通常会这样 你教他吐嘻 他通常会这样 嗯 就是一个肩膀 这样的 在一个胸 所以他会用到 这一部分 但是其实我们呼吸 我们应该用到 这一部分 应该长一点 是 如果我们看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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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出生的时候 你会看到肚子 是这样 是 但是现在我们呼吸 我们不会用到 是 是 你不会看到别人的肚子 那样 不会 是吧 你要很夹 就是要很大动作 才会做 但是我们 每天要练的 就是要练到 下来这里 所以我们应该 呼吸的时候 我们 嘻嘻应该这样 嘻嘻 我们嘻嘻应该这样 嘻嘻 应该进去 OK 就是用那个丹田的位置 是的 是的 因为这个另外一个 可以提一提 就是 你只要用这个 一个呼吸方法 其实你都可以 用来 为你瘦身 用的 因为真的 这个很多歌手 都是这样 去练习 歌手 是这样练习的 OK 歌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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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不是 不是 未来你要去洪湖 我知道 一定 要表演 不是 你知不知道 是 第一个宗教师 他跟我说 他说 Breathing is everything 他说 所有东西 存在 你一定要 懂得如何去呼吸 是 他说 所有 你有任何问题 用呼吸 都可以去 resolve 可以帮助 OK 所以 你说 減肥 是 其实我们有一个呼吸法 嗯 每天 練十分钟 是 如果 如果 两三个星期 是 这里会少了几寸 不用去做健身 不用改变 是 我想说 现在我的房间 很多人赢 然后 很多人 我已经看到 眼尾瞎到 大家一听The Master 讲的时候 已经是 噢 静眼 不是 以前我不相信 你知不知道 我自己要去示范 去试一下 但是 我不会改变 我的运动 不会改变我的饮食 习惯 是 然后我会见到 哇 真的很厉害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能量 是 那我们用这个呼吸 改变我们的能量体 是 改变我们的能量体 还有Master有说过 我记得你说 能量是不可以去到 就是弄走它 我们只是去转换 是吧 能量是不可以暢作 是 只可以转换 但是我们可以 如果我们的能量体 改变的话 我们的身体也会有改变 它会跟着改变 跟着显化 ok 我想问一下 现场有很多眼睛 在这里 很bling bling 即是怎么瘦呢 怎么瘦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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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reath work is called Kapal Bhatti 嗯 Kapal Bhatti 嗯 这个是一个瑜伽的呼吸法 嗯 那我们要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We need to sit in budrasan 嗯 脚是这样的 是 跪在那 跪在那 嗯 跟着手要伸直 是 跟着我们这里 We do fire breath 嗯 是 10分钟 10分钟 嗯 几个礼拜 是 你自己可以 measure ok 有几寸 ok 是的 究竟有几寸呢 我想我们有看到片 或者我现场所有的女士们 可以做示范 是的 可以示范一下 我们自己拍过片 告诉大家 究竟我们三个星期之后 这个方法会是怎么样 瘦了 瘦了 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其中一个可以给大家的一个提示 在这里 说回这次来香港 其实我觉得整件事很特别 很有趣 很特别 很有趣 很有趣 我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到现在为止 是啊 其实那时候去到看 譬如知道你们之前在看 就来到香港 全部都是几天之间的事 知道你们都很忙 都是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到推广这个新心灵 我想问一下 未来的时候 未来的时候 会去到有什么安排呢 暂时 暂时我不敢说 是 因为通常我 我讲了出去 我们就要做到 哈哈哈 其实 由我们开始 合作开YouTube 到我们开了第一个 三个几月 三个几月 是 因为我本身 我自己看 Point Master的英文频道 接着有看 《月头姐姐》的频道 接着突然有一天 因为你知道 演算法那些 接着突然有一天 就看到你们一起开那个频道 然后我就 我看完之后 我有跟一些我身边的朋友去说 然后别人说 也有去到看到 这件事很难 是不是6月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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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尾的事 是的 我们是 隨便讲一下 就是我想讲的 开玩笑 讲笑 我们真的是讲笑 一起开个频道 你中文不是那么好 带着你就在一起 我不用说那么多 我是打算学中文 他学中文 然后我打算偷懒 你的中文是 你中文的意思是 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三个月后 我会开演唱会 是的 我也不知道 原来你可以开到演唱会 你笑什么 就是开玩笑 开个channel 本来想着开个channel 可以帮一些人 没想到的是 一个月后 我们就开了一个online course 因为那些人问 老师有没有online course 我其实去到杜拜的时候 那是一万多人参加 那是一万五 其实我去到杜拜 那两个星期 那两个星期 是打算拍片的 没有打算是online course 有一晚 聊聊天 就说 好像有人说 他说 OK 挺好 你看看个channel 这个日期 也挺好的 我开 那是隔了十天 就是十天之后 就会发生 那我们开始 錄了一个video promote 就是很random 就是一个video 提醒一下我们 会有这个online course 是 没想到的是 那时我们的channel 差不多三万不到的subscribers 那已经有万五个人 就是我买这个 course 他订阅这个 course 我们其实都很客气 那通常我们一般 你订阅 譬如说 一万五个人订阅的 course 因为是免费的 那免费你会比较不认真的 很多人订阅了这些 course 他会不记得你上課 他不会当一回事 所以我们大概预计 昨晚我都有 其实我们大概预计 可能出席的是 三四千人 其实应该是很normal 其实三四千是比较多了 我没想到的是 五天八千多人上課 是很高 所以它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计划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计划 嗯 宇宙有它给我们的计划 更加大的计划 然后我们在 course 那时候 有人说 啊 律师 什么时候来台湾 我们就随口说 说 你不去台湾 随口说 又好像不做不行 你什么时候来啊 什么时候来啊 那么它说十月的能量 第一天的票已经卖完了 你知道吗 是啊 我们要再转个场地 是啊 Massa就说 可能九月了 九月计划了日期之后 我们找场地 因为时间很近 是 那那个organizer问我们 我们的场地大概找多大 你要给个几个人数 我们才可以找地方 是我们说一千人 是我们说八百到一千都可以的了 然后不知道二千多人 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二千多人是因为我们 我们踩 架子 OK 我们不买 最后一两个星期 我们基本上 是不提台湾这件事 嗯 不敢提 因为我们给了寄购 那场地给了钱 我已经负不入日了 我跟Massa说 如果最后人来买票 要买企票 OK 站在这三天 摇滚区 站在这三天上放 不是搞笑的 是 所以我们最后那两个星期是没有推 我相信 如果我们还有继续 提这件事 是可以去到五千人 没问题的 嗯 这个我觉得是挺 就是网络的力量 都很强 这个我觉得很 很厉害的一件事 有时候网络的能量 是我们人看到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明白 什么是吸引你 发生什么是显化呢 其实这一件事 它是超越人的一种创造 嗯 它是人和宇宙一起创造出来的奇迹 嗯 OK 好了 它两年前它已经看到了 真的 真的 它看到了 最后的power meditation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哭 我其实两年前 跟着Master做这个power meditation 我已经看到这个画面 我看到我在台中 拿着麦克风说话 然后台下的人都哭了 那时候我自己是做直销的 我以为是公司邀请我去 一个直销大会 但是我一直以来 就是体验过的直销大会 是不会哭成这样的 是 它的能量好像不是很一样 很不match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是 但是那时候没有想过 做这些方法 没有想过 其实没有想过去做新心灵导师 噢 OK 更加没有想过 自己可以站在台上 讲冥想 讲第三眼 讲心论 和唱歌 唱歌跳舞 唱歌就OK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现在听到 明年来控管 不是 我不搞课程了 我搞演唱会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唱歌 下次我真的很想 就是你们用歌手的身份 你想请我上去唱首歌 是吗 唱首歌手 是真的娱乐 真的娱乐 真的娱乐 就是用歌手的身份 就是我们有请歌手 Master 你知不知道 我们讲得出 我们要做得到 你明白吗 我们每一次开玩笑 讲出来的嘻嘻 讲出来的东西 都做出来的 其实我已经开始设计 dance class sing class 开始设计 真的不是讲笑 你真的吗 真的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 但是这个和十二年前一样 你知道吗 十二年前呢 我和别人说 我会作为讲师 你会做讲师 没有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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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为我是很shy的 是 我是很shy的 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相信 但是我就去学 嗯 那就有做到 嗯 我觉得自己做到 你知道我当时 我还有一个fashion brand 嗯 入fashion Paris Week Vogue magazine 我自己去跑那个show 我自己去走那个cut walk 你是model来的嘛 是呀 做model 我做model 你明白吗 我都 我不会相信 但是这个就是 吸引力 法则 所以我们可以想到 我们的emotion 一到 我们全部对齐 我们有行动 嗯 就可以 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大家在那边笑 是不是 对 看着你啊 哈哈哈 一年后 一年后 洪馆 你刚才说 你学什么 哦 学跳舞 哦 我知道 你应该学习唱歌 顺便补 两个呢 唱歌都学 而且有一句 你在香港洪馆的话 就是教定你一句 山顶的朋友你们好 是啊 山顶的朋友 我们已经练好 山顶的朋友你们好 哈哈 不是 他平时自己在家里都会练这个 哈哈 山顶的朋友 哈哈 对着厨房 山顶的朋友你们好 哈哈 OK 所以即是 那时候 期待着你们 哦 我其实 另外我要说一件事 因为其实 那天我去到上課的时候 我都知道 你们自己有 創作歌曲 那些歌是你们自己去寫的 rap 歌词啊 那些 我们的学生寫的 你们学生寫的 哦 OK 说到这件事 我必须要说 就是 当 当你有些想法 就要你做 比如做YouTuber 开课程啊 开台湾的这个show啊 都好 我们有个想法 我们会觉得这件事很大 好像很 不是很容易做 但是我们要做一件事 就是顺流 你跟着 你下载到这些想法 你去做 即go away 就是flow 对 flow 你开始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觉很奇怪的 奇迹 哈哈哈 就是 你会发觉很多个贵人 很多 好像我们今天 为什么会坐在这儿 都是因为我们贵人 在对的时候 出来 来帮我们 来完成这些东西 所以你说 我们有什么歌啊 今天我们有 我们带来的助手啊 我们的那些staff啊 我们可以 预设到地方啊 有这么好的人 帮我们安排这些所有东西 你会觉得 为什么会一切都这么顺利 在最对的时间 最对的人 最对的地点出现的呢 这个就是奇迹了 那奇迹怎么发生呢 第一 你自己先要调好你的评论 去到宇宙要你完成的大任务 那过程中一定 一定 大有挑战的 是一定有的 那你一是选择退缩 或者是 你just go with the flow 那你选择去 我去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 你会发觉很多人会来帮你的 其实当你完成了之后 好像我们今天走到现在呢 我反过来看 其实没有我当初想象中那么难 嗯 做了先 做了先 这个很重要 Master有一句金句 就是say yes and figure it out later 嗯 但是很多人不敢 害怕的嘛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知道两位都很赶 在这个行程那里 但是很开心 真的可以跟宇宙姐姐 和Master去谈谈 希望在这个访问里面 就是大家都真的 无论在心心方面 都有一些得着 那今天再一次 谢谢两位 Thank you 期待着他们两位 下年洪馆见 Bye Bye Thank you